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在週一夜期間 家權值數中場已上漲25點做收 然後後續的盤市格局 在這個收盤價 畢竟有絕對高檔的區域 在剩下5個交易日 我們馬上要過這個封關 農曆的年假就要來了 那接下來有一個議題 一定會成為最近 旁邊上面一個主軸 投資朋友最近到底應該買什麼 那如果這些股票是接下來 在封關之後你都要買進的 那時間波他可能會提前 在封關之前要漲的股票 你不斷地要留 甚至於近期是要加碼的 那如果接下來封關之後 有一批股票會有一個明顯 像壓殺盤一個動作 甚至於提前在這幾天 就要開始去做一個減碼股票 你應該把這些股票換出來 想辦法去加碼到這些 我們認為後續這盤市格局 還會再上漲一個股票 好不好 好 那廖老師針對於該買什麼 該賣什麼 會詳細給大家一個解答 不過先對於大盤的一個部分 廖老師做一個預告 我認為大概在兩天之內 我會開始針對封關期間的一個風險 針對期權方面 針對一個非常積極的布局的動作 那我的看法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我認為大盤有風險 等一下詳細再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不過針對第一個問題 其實劉老師在上個禮拜的時間 就跟大家強調說 加權指數有一半的時間多 一半的時間空 那多頭在成交量能推升過來的狀況之下 卻漲勢卻越推越緩慢 那以一個趨勢性來講 加權指數這個禮拜進入一個週限層級的 五重變盤轉折 其實是沒有否定一個長空吸浪的風險 所謂的長空吸浪是說 技術面上面一個探討 到現在為止波浪理論裡面 長空吸浪的風險 既然是沒有排除的 即便劉老師認為這個風險很低 但是他一口氣很可能要跌2000點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波形 當作是我們現階段操作策略當中 一向的一個考量因素 那因此接下來封關之前 你應該留哪些股票 好 那封關之後要買哪些股票 梁老師告訴大家說 假設連大盤有長空吸浪一個風險 我們都願意去積極買進的股票 就是我們的首選 梁老師其實在1月16日節目公開 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包含宏達電 包含TPK 包含志冠 這是禮拜四禮拜五跟大家預告的 結果咧 志冠在禮拜四禮拜五一個震盪壓回 好 短波相當光高 宏達電今天有一個橫盤三角形壓縮 也是一個紅K表態 但是TPK禮拜五噴出漲停板 今天跳高開我們再加碼 再噴出整個波段以來第五根漲停板了 所以其實梁老師在上個禮拜的時間 就已經跟大家聊到了 風關接下來這五個假日 到底要買什麼賣什麼 那你要考慮到說 在加權指數有可能有長空吸浪的風險 的狀況之下 實戶會往哪個方向做一個佈局 結果咧 今天盤面上面非常重要一個主軸 就是有投資價值的低基期概念股 這種盤勢格局就以TPK為首 成為今天盤中最亮眼的一個主軸 轉職朋友其實梁老師說 關於這個盤面上面的一個時間波後脈絡 如果你學會對的方法 不論大盤不論個股 來2014年你只要想辦法 類似像我們怎麼樣去預告TPK的一個時間的轉折 怎麼樣去預告宏達電的一個時間轉折 怎麼樣去先從第一批 11月下旬的時刻點 幫你去挑到類似Oh my God 自貫第三方支付的股票 今天到現在為止 他都還是盤面格局的一個亮點 做完了這11根掌停板的加差之後 再去切入太陽的人 由中美人已經回首 又拉開12根掌停板的加差 等到上個禮拜 梁老師跟大家預告 從1月2號一直預告 TPK宏達電 封關之前絕對會噴出一波行情 到34天空手的位置時刻點 禮拜三再出手 當天宏達電是公掌停板 但是宏達電上游的TPK 投資朋友整個波段 從禮拜三開始拉出一根掌停 四個交易日到今天裡面 四天噴出三根掌停板的價差 所以廖老師說投資朋友 不論大盤未來後續趨勢怎麼樣走 記不記得在10個交易日之前 所有你看到空方言論的標靶 空方的標的都是TPK 沒有人看好觸控面板相關的題材 可是四天裡面噴出三根掌停板了 現階段連外資也改口翻多了 所以廖老師說多空各佔一半的時間 你一定要想辦法把對的交易格模型學起來 該做多的時候做多 該做空的時候做空好不好 那麼接下來廖老師跟大家聊 今天一個盤視格局就有意義了 來首先明天加捲指數 導播我們take一下這一塊就好了 指數任何高點是不要追的 往前數三個交易日剛好是8668 那五個交易日剛好是這根K線轉折低 八個交易日是這個轉折低 距離前波這個8600點這個前高的一個 黑K高點日剛好13天變盤轉折 那廖老師交給大家 時間波費波難吸轉折的一個敘述 要從隔天開始起算 明天剛好是一個多重時間波 變盤轉折的時間波 如果有一個任何指數的高點 我認為明天是還有機會有高點 今天量價是多方 開盤八把是多方 明天還有一個分時系二波走勢的一個高點 可是這個是在我們兩天拉高起來 讓我們去布局後面 你要注意分時組結段向下的一個風險 好不好 大盤的部分任何高點不要追 利用這一兩天的時間拉高是讓 你有可能要向下殺盤的股票 要想辦法把它賣出來 轉往接下來 封關之前就會強勢攻擊的股票 或者是封關後會繼續攻擊的股票 那劉老師都已經幫他挑出來了好不好 好 那再佔用大家一點點時間 跟大家報告 好 那有哪些是符合我們說 絕對高基期你絕對不能追 甚至於要等五個禮拜八個禮拜以後 才能來做的一些股票呢 好 我認為其中一個方向 叫做半導體相關的類股脂肪群 包含了IC設計 包含了可能太陽的那個下游 細菌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太陽的電池的部分 也包含在這裡面 為什麼 來 這是台積電第一季 這個法術會所公布出來 2014年的第一季的一個業績展望 第一季一個正常季節循環性的氮景 還是有的 好 那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包含了在電流應用相關的這些 相關概念股在第一季還是一個負成 就是成長力道還是比較弱啦 去年的2013年銷售分析 其實電腦相關應用還是稍微是比較弱勢 那第一季是不是那麼快就有轉機 很可能還是要稍微等待一下 好不好 那這個是Intel的一個法術會所公布出來 第一季還是跟大家報告是說 有一個季節性的循環的一個淡季 所以禮拜五的一個盤前 就已經一口氣重挫5% 雖然美股在禮拜五的晚上 中場是已收跌2.6% 可是當天晚上類似像超微啊 類似像美光啊 都是呈現一個全線重挫 連蘋果也重挫2.6% 將近3% 好 所以投資朋友 接下來還是有一些 我們在演講會跟大家報告 有些類股致族群 匹吉泰來 類似像這個紅色這一條線 好 這是宏達電 但是有一些相關類股致族群 你可以看到宏達電跟TPK的資金 這個宏達電跟聯發客資金 都是互相俏俏版的 當第一個世代 宏達電切入PD-Lag的時刻點 這個是新興類似像2G 這樣的一個智慧型手機的時刻點 宏達電都是技術的領先者 新驅者 宏達電先漲第一波 可是等到這一個市場 開始普遍接受類似像PDA這種產品 類似像智慧型 2G世代的這些手機的時候 聯發客都是漲後面加速成長 毛利率降低 充量的那個時刻點 有低價的一個競爭優勢 聯發客展開一波向上一個漲勢 聯發客轉折向上宏達電就往下殺 除了2008年金融海嘯兩檔一起跌之外 它是一個時間波 一個翹翹板 可是當市場開始進入3G世代的手機 宏達電開始切入北美市場的3G手機 宏達電往上轉折 從200塊錢一口氣漲到1300的過程裡面 聯發客還固守在山寨手機 所以它從這個高點590塊 一口氣跌到了220塊 等到宏達電已經到高原期成 收集3G世代漲不動的時候 宏達電反轉向下 聯發客再去衝量 再去衝這個中低階的智慧型手機 再去衝中國市場低階低毛利的 這一庫的部分 聯發客起來了 宏達電殺到一個波段轉折的第一 好的 朋友 我用這張圖只是要告訴大家 我認為類似這種資金翹翹盤 有的人是匹級泰來 有的人是盛極而衰 那你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剛剛從台積電 從英特爾的一個財報 講到季節性的一個循環淡季 講到接下來有連續幾家科技大廠 在美國 這個禮拜要開始進行財報週 我們封關的期間也是財報週 尤其半導體族群的股票 英特爾禮拜五的重挫動作 可能這些股票也是你優先 要進行一個短條的股票 好 那我認為 有一些指標性高級期的半導體 相關概念股 好 打不然我們take一下這一塊 先給大家一個結論 我認為接下來五個禮拜是比較不利IC設計 你先不用急 好不好 來從高檔去黑山兵的空訊出來 廖老師就提醒到你 這已經大概一根半跌停板價差 好 那大盤還持強周穩 三天慢慢慢慢向上走高 它是黑山兵 稍微注意一下破了這個短期低點 一個等幅向它對著測量來組疊斷 我認為半導體IC設計的屬群 可能要五個禮拜 五個禮拜之後你再來找買訊 可以買 我一定公開在節目當中 提醒到大家 好不好 另外一個半導體相關類股資族群股票 極短波的高級期也殺了兩根跌停板價差 這一檔股票廖老師也是 已經公開在節目當中跟大家分享很久了 所以從盤面上面的一些類股資族群 幫大家做一個掃描動作 好 有些高級期的股票 大盤今天收在一個 大概八九天一個波段轉折高 有些股票是逆勢跌了九天 你要注意這樣的一個風險 資金已經開始要往2014年全新的主軸 好 叫做匹吉他來加倍奉還做資金的交進 封關之前 封關之後 這一批股票會是你優先布局的首選 好 也因此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 同志朋友 楊老師是不是在 1月16號的時候公開告訴大家 假設大盤要跌2611點這樣一個風險 我都願意買今天的股票是誰 啟動議長 叫做TBK 好 上個禮拜是公開送給大家 跟大家預告 嘎空波段起漲訊一開高 就要噴出三根漲停板 最小對應側伏了 1月17號禮拜五找盤 開盤直接加碼買進第三筆 好 如果在160人佈局 收盤在195塊錢 10張你已經賺進35萬元了 而我們這張股票是用當股手段的群組 十分之二第一筆 十分之四第二筆 禮拜五找盤再加碼十分之四第三筆 好 那這個是早上的一個位置點 直接9點08分 直接成交到185塊錢 試駕 好 來 11月23號盤中就直接噴出 第四根漲停板的價差了 好 如果當初你在160元 買進10張當成第一筆 20張當成第二筆 好 禮拜五找盤再加碼第三筆 已經拉開125萬元的價差 好的 朋友 那廖老師還告訴大家 這裡嘎空識別點已經成立了 TPGA已經進入確認三支三噴出的主針段 同志朋友 你不必到演講會 要是公開送給大家股票 就代表經過我們操盤式嚴密的挑選 技術面的一個型態 財報的一個轉折 我們身具信心 所以才願意公開在電視節目當中 分享給所有的投資朋友 你今天早上買了嗎 好 如果您按照我們演講會回來的投資朋友 好 今天早上200塊錢再加碼第一第二筆的多單 空手的人 好 那這個是 早上9點10分左右一個位置點 好 那全部市價買到 後來還加碼了一筆200元 當天直接把第一第二筆全部買進了 好 投資朋友上個禮拜是預告的 就算長空西浪大盤要跌2611點 還是願意投資TPK 不必去演講 廖老師演講會還是告訴你 買自貫 買宏達電 買TPK 您加碼了嗎 好 今天11點32分 噴出了整個波段 第五根漲停板的價差 是不是按照廖老師所說的 來 今年2014年 匹吉泰來反而有機會加倍奉還 拉出了這五根的K線 今天取出整個波段以來 第五大浪大五波 組身段一個最大攻擊成交量 好 投資朋友 這檔股票 按照我們規劃 針對642塊到152塊 一個權限大規模的反擊波 正式要展開了 好 那所以我想這一批的一個主軸 廖老師會繼續秉持這樣的概念 好 帶著廖老師新進的會員朋友 做一個積極進場布局 甚至於我們看到TPK漲了 好 投資朋友 這檔股票 股價大概在 早盤時間點還23塊24塊錢 那 廖老師請劉老師的會員朋友 再加碼買進TPK第二 好 先把先噴出了 低根漲停板的價差 這檔股票 保留給廖老師的會員朋友 好 全現一檔TPK第二 那 在早上的一個時刻點 宏達電上游類似TPK一樣 3955低級期的觸控股 限價 這是市價直接買進 好 那現買先噴出了這一根 好 低檔區波段起漲的一個 紅K 那既然突破這整理平台 又符合我們所說150 下殺到15塊錢 即便是最小等幅針對整個波段 0.382的反彈 投資朋友 這裡都還絕對有 加倍奉還的一個機會 好 那因此類似這樣的股票 廖老師優先保留給廖老師的一個 會員朋友 好不好 好 你已經看到 一龍電拉開三根漲停板的價差 TPK拉開五根漲停板的價差 TPK第二 這檔25塊錢股票 再加上去就是九根漲停板 那不曉得怎麼樣接下來掌握 接下來怎麼樣換股 怎麼樣順勢搶新春開紅盤之後紅包 以及接下來五個 將一日搶紅包的機會 好 那廖老師跟大家報告 我們所有演講會 我說的 宏大電TPK這批股票 短期反擊計畫 所有不論是台中 高雄 台北 演講會的短期體驗方案 我們到今天下午的五點鐘 要正式結案 好 想要跟上廖老師布局 這批股票的投資朋友 你可以積極掌握今天 最後的這個演講會的一個專案 好不好 休息兩分鐘之後 再回來 西齊齊第一豪宅 台北最大股景 養大股26957778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頭顧都有期貨 股票雙震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務會資金專線 012-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震照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1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燉人生機 其實一點都不麻煩 因為我有秘密武器 金森高麗人生精華液 18種豐富人生皂肝精華 人生料理 我全靠它 養生之道 只有金森之道 頭痛 請用玉芬珠 金森高麗人生精華液 養生之道 只有金森之道 嘴氣痛 享用氣痛 五分珠 好 我們現場 我想在上班的時間 已經不斷跟大家強調說 最近盤面上面的特色跟變化 投資朋友應該趕快地去做一個掌握 由於剩下五個交易要封關了啦 假設明天買進去 你想要賺這個短波紅包 你一定要在禮拜四之前賣 你才可能禮拜一有機會去做提款的動作嘛 主席失誤群認為國際股市變化這麼多 剩下一天這時刻點有必要急躁嗎 好 那所以投資朋友 2014年我們一定要先學會對的方法 你要先把自己穩下來 越急越賺不到錢 在沒有學會正確的一個方法之前 好 那我認為 紅檔店TPK 智慣是沒有匹吉他來 加倍奉還機會的 每一波多方時間波 你一定要加碼去掌握到 如果是一個大波段 你絕對不能夠太早賣 賺個3% 5%就走 明明噴出了五根漲停板 你卻從頭一直想買這張股票卻 錯過了TPK 錯過了智慣 好 那還有幾檔全新 類似當初TPK 智慣期賬你這樣的股票 廖師明後天還是會做一個 比較積極的進場布局 你可以跟上我們會員朋友的一個腳步 好不好 一定要把對的方法學起來 那我希望是說 剛好下個禮拜回來也即將要封關了 我希望所有我的會員朋友 我們2月中旬左右會開一場 這個台北高雄的一個技術班 那你可以先把廖老師的DVD光碟帶回去 那關於這一波這個時間波浪 怎麼樣去做一個規劃 你先把我們的教材看過一遍之後 2月中旬剛好有我們技術班 你也可以搭上來 好不好 這幾天幫我入會手續的 原本這一堂的技術班是額外加購的 好 廖師都會公開送給大家喔 好 關於TPK 其實廖老師在1月15號的時間點 就跟他報告了 那當初所有的消息都是利空啦 從12月17號就跟他報告了 由於已經大長空ABC浪結束了 宏達電我們認為只剩下時間波要落底 那宏達電下殺到130到126有機會落底的話 那上游的TPK是不是會比宏達電漲得更早 因為宏達電如果明年做一個成功向上轉折 那他要跟誰拉貨 一定是上游的領主監會先葬嘛 所以廖老師是不是從12月最終下選就開始跟大家預告 TPK你這次要盯緊一個匹吉泰來 針對從982塊錢跌了830塊 即便最小的0.382反彈 這裡都是1倍2倍以上一個多方時間波轉折 現在看起來是確認了喔 所以提醒到大家說12月23號 B-7這個位置點 你一定要想辦法在160塊 把10張把20張買起來 到今天為止 投資朋友你就是市場裡面的大贏家了 160塊你絕對可以買到2比以上 160塊你絕對可以買到2比以上 160塊錢低檔區一個多方轉折 5浪加KD貝利 這是波段你已經看到楊華 宏基已經整個拉出去 群狀已經拉出去了 那難道TPK不漲嗎 11月26號告訴大家 領先宏達電上游做一個變盤 低檔區成星轉折完成了 那這個日線形態的一個轉折 不就是符合廖老師跟大家報告的 來這一組多方轉折訊息 如果是高檔區指標高檔 叫夜星叫波段反轉訊號 可是如果反轉過來 投資朋友D檔區 一根紅黑把D檔區轉折的 小紅小黑的十字攀上去了 空翻起跌的黑K被多方洗盤 右空站上去 這叫成星的波段反轉折 那第三根紅K拉出來 這是不是沒有 這不是山陽開泰 它永遠出現在整個盤式格局 氣氛最偏空的一個位置點 所以廖老師說這一波TPK 它單單是靠雅住185塊錢 以下的一個空單 它就會軋空一波到底 到今天為止噴出到208塊錢 波段新高 這全部都是廖老師賺160塊錢 所有空方在追打這張股票的時間點 廖老師給大家暖暖的陽光 到今天為止這就跟漲停板 你應該是市場裡面 已經收到廖老師公開送給大家 農曆新年紅包吧 那接下來廖老師挑的每一檔股票 都會複製當初我們挑選出 這幾檔股票的一個原則跟邏輯 幫大家去掌握一個 進場布局的一個機會 那接下來呢 投資朋友你錯過宏達電的 還有其他幾檔股票 那分時的1-3 時間波 如果馬訓出現我們一定會加碼 以及TPK這個波段到底會漲在哪裡 我們不去探討針對980起跌這位置 642下上到152總共跌了490塊錢 投資朋友計算機按一下490 這一波最小短波對付人測量在哪裡 RSV月先的扣底值 現在1月份是扣底值一根K線 2月稍微緩慢加速 3 4月大幅度的一個加速 那你現在可以考慮到說 你是不是應該有一些基本持股 在這裡就要開始做一個 積極進場布局的動作 但是機短波怎麼切入呢 明天跳高是第三個缺口 有什麼樣的交易的一個細節 我想你有對的方法 這些行情劉老師絕對不會讓你受過 好不好 因此投資朋友 我們認為宏達電TPK這一波的反擊 接下來2 3 4月的方形 你一定要掌握到 今年上半年這兩檔股票的這個波段 你一定要利用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把你手上的資金做一個有效的活化 好 那考量到真的 大家過年期間有資金的一個需求 那我們這個短期的一個體驗的計畫 演講話的這個專案呢 好 那到今天5點鐘就要做一個正式結案 想要跟著劉老師掌握宏達電TPK 短期反擊計畫 筆記下來加倍奉還你的投資朋友 電話波通就對了 做到投資順利 我們明年再見 本蜂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用心的微笑 含蓄但深刻 真心的微笑 柔軟但溫暖 細心的微笑 低調但實在 真心誠意 只為了讓你滿意 我們有信心 讓你好放心 微笑MIT 值得信賴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金專線 02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 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提過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大戶主力在哪裡 主力籌碼分析軟體 法拉利贏家 能清楚掌握大戶主力籌碼 讓您用最簡單的方法 跟著主力進出股市 輕鬆賺錢 趕快上網查詢 近日主力動向 各位觀眾好 我是郭凱 夜晚是為了展望明天 做好準備 股市環保匯集了最新的 財經新聞以及股市資訊 讓您睡著安心 迎接明天的投資更放心 趕快